在我开启了无数个散烈性评测的道路之后 时不时还是会收到观众的私信 询问一些关于入门风冷的推荐 甚至是希望我给一些入门风冷做评测 其实不是我不想做 是在这个价位段 各家产品的同质相当严重 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四热管 直触四底座 从规格表上来看 它们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 这些看似相同的产品之间 是否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差异 又或者说我们最终的选择 真的只是基于品牌偏好和外观效果吗 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这次直接自掏腰包在马来西亚Shopee平台上 精挑戏选了10款 目前在市面上价为热门 并且售价控制在100马币以内的入门风冷款式 同时为了照顾到外观档 我还同意挑选了带ARGB风扇的型号 来看看在2025年 这些入门风冷用起来到底有哪些差异 另外为了照顾到不同地区的观众需求 我直接干脆一口气制作了3个地区市场的横评 除了这次的马来西亚地区 也还会有台湾地区以及大陆淘宝平台的对比 并且会是在几天后陆续给各位更新 如此之大又废实的制作内容和你们要个免费的点赞 应该不过分嘛 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支持 开头的废话就到此为止 马上开始今天的干货 这次选择的10款风冷涵盖了主打高口碑 高颜值以及高热度产品 为了节约时间 我就不每个产品一一介绍了 直接将这些散热器型号 我的到手架以及他们的保修时长给列出来 这次的横评按环节顺序分别为散热器的纸面规格 进入性与安装便利性 外观一体化程度 最后则是大家最关注的散热性能表现 所有的对比环节我也会按章节进行分段 对部分环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章节选择观看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字面规格 传统观念告诉我们 更多的热管 更厚的塔体 和更密集的起片 理应应该带来更强的散热性能 但这个定律真的放置四海而皆准吗 这个环节我们将带着这个问题来审视这些参数 并为后续的性能测试埋下伏笔 首先是热管数量 在这次的10款热器中 有9款都采用了标准的4跟6mm热管设计 这构成了本次横平的基准线 然而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异类 JOSPORT CR-1000MAX 它采用了6跟6mm热管的配置 从此面上来看 它应该有着更显著的热量传导优势 这也让它成为了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接着来看看塔体厚度 塔体越厚通常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散热面积和处热能力 并在高风量风扇时 能更有效的将热管传导出来的热量散发出去 这10款散热器的塔体厚度分布在45mm至50mm之间 最薄的是DECOOL AG400和PC Cooler RT400 最后的则是FANTASPORT ST4和Invager SE200 最后是骑片数量 这与塔体厚度的意义相似 更多的骑片数量代表着有更大的散热面积 这10款散热器的骑片数量 从最稀疏的38片到最密集的55片 数量最少的是Invager SE200 它的骑片间距大到甚至无需刻意去数 只需肉眼就能够直观感受到其稀疏程度 而虽然最多的又是JOSPORT CR1000MAX 达到了55片 到这里JOSPORT CR1000MAX 已经集齐了6热管和最多骑片的两大黄白规格 理论上它应该是本是横屏的性能王者 究竟事实是否如此 让我们带着这个旋列继续往下看 一款散热器的优劣绝对不限于其散热性能 安装过程中的体验同样至关重要 我将这个环节的评测给体系化 从安装机器和人性化设计这两个维度 来破解这10款散热器的真实用户体验 先从安装体验开始 本次的散热器我觉得安装体验最好的是PC-COOL RT400 以及Velkeri AQ125 这两款散热器采用了双平台通用的固定罗柱系统 这是一个极其出色的设计 因为它从根本上杜绝了用户拿错零件的可能性 以及极大的简化了安装流程 即使主板是已经安装在机箱内 并处于垂直状态 也能够轻松的将螺柱给固定好 这个设计体现了对装机者的时间和精力的尊重 是值得给出满分评价的顶级体验 本次横平中的其他大多散热器 都采用了更传统的方案 即为Intel和AMD平台提供了不同的隔离柱 这种设计在开放式测试平台上是完全可行的 但在紧凑的机箱内进行操作时就会显得有些繁琐 更重要的是 它们为新手装机者留下了拿错零件的隐患 这是一种功能上合格 但在体验上烧欠火候的设计 然而这些散热器的安装体验其实都还好 有两款散热器是让我们明显感到安装体验不理想的 那就是Invencia的AC200以及Chromaster Hyper 212 Spectrum V3 它们采用的是直锁式的设计 这种设计会给人感觉反复是10年前的散热 它需要在安装时施加巨大且不均匀的压力 一旦主板装入了机箱 整个安装过程会变得极其困难和不友好 这显然是一种为了削减成本而牺牲用户体验的做法 其安装体验是最差的 除了底座安装体验之外 另一个细节是我觉得也值得拿来讨论的 那就是出厂预装上了风扇与否 在这10款散热器中 就有5款在出厂时就已经将风扇预先安装在塔体上 这不仅仅是为了给用户节省多一些安装时间 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的设计考量 这5款散热器都在塔体上做了精巧的避让设计 使得用户可以在不拆卸风扇的情况下 直接用螺丝刀拧紧塔体固定螺丝 这是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 它体现了产品工程师对于整块流程的周全考虑 相比之下 另外5款就必须先装好塔体才能进行风扇安装 这在体验的流畅度上就稍逊一筹了 再来则是外观以及一体化程度 在性能之外 散热器作为机箱内部的视觉焦点之一 其外观设计也越来越受到玩家的重视 我将从客观特性和主观审美两个方面来评价它们 首先有4款型号采用了整体化的配色方案 分别是BC Cooler RT400 Valkyrie AQ125 Igon Dark Frenzy 4 Pro Mix 以及ID Cooler SE224 STS 它们的同一配色让上线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功能性的配件 而是整体硬件系统中有益设计的一部分 有助于营造出许多玩家追求的那种简洁和谐的视觉效果 与此同时有4款型号配备了顶盖的装饰 分别是JOSPOR CR1000MAS Valkyrie AQ125 Igon Dark Frenzy 4 Pro Mix 以及ID Cooler SE224 STS 同时在这4款带顶盖的散热器之中 除了ID Cooler SE224 STS 之外 其他3款更是在顶盖上集成了ARGB灯光 将视觉效果提升到了新的程式 现在我就将所有散热器装机的外观展示给大家好好欣赏 Zither Harp 至于哪款最好看 这终究取决于各位的个人审美 但如果非要问我的主观选择 我会分为好几个特性做推荐 追求极致灯光冲击力 JOSPOR CR1000MAS51是首选 Valkyrie AQ15则是在灯光点缀和整体设计的优雅之间取得了绝佳平衡 非常耐看 对于追求捡约风格的玩家ID Cooler SE224 STS 和PC Cooler RT400的一体化配色方案也相当好看 推荐度也非常之高 至于为何没有推荐Igon Dark Frenzy 4 Pro Mix 原因在于尽管它集齐了一体化配色、顶盖装饰和ARGB灯光三大要素 但其顶盖的几何设计风格恰好没有击中到我的神秘点 这恰恰说明了外观选择是多么个性化的一件事 但是呢 前菜已经上网 现在终于要进入到主菜环节 也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散热性能对比 本次的测试将会涵盖AMD和Intel双平台 测试平台列表会按照惯例放出给各位参考 而在分享散热对比成绩之前 先为各位展示这十款散热器在风扇满数下的照位表现 那么先从AMD Ryzen 7 9700X的全风扇满数测试成绩开始 测试结果令人震惊 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温差竟然高达18度 Valkyrie AQ15以81.2度的成绩拔了头筹 立刻彰显了其统治力 紧随其后的是FANTASPORA ST4和DIQOO AG400 当中满数最安静的是ID COOLING SE224 STS 然而本次测试最大的黑马发生在版单的末尾 我们基于后望的六热管选手JOSPORT CR-1000MAS 其性能表现令人大跌眼镜 比起第一名高出了整整十度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有利证据 那就是原始规格并不直接同等于最终性能 只不过对大多数用户而言 满数运行风扇并不现实 所以我将所有散热器置于相同的43分配噪音水平下进行测试 这更能够体现其日常使用环境下的真实效率 在这个环节前三名与后四名的排名基本保持不变 有趣的变化发生在中段 ID COOLING SE224 STS 凭借着其优秀的风扇升学表现 名次于跃升至第四位 而PC COOLER RT400 则因风扇转速下降比较多 排名有所下滑 为进一步排除变量 我同意使用了新约7868硅脂进行测试 并借此探究各款散热器原厂附赠的硅脂的性能水平 然而这个环节充满了有趣的表现 首先就是Valkyrie AQ15依旧排在第一 但换用了7868之后 温度反而是上升了1.3度 这充分说明了其原厂附赠的GT12B散热硅脂性能极其优异 用户完全不需要额外投资第三方的散热硅脂 这是一个巨大的附加价值 此外还有Inflation SE200在替换到7868硅脂后 其温度居然暴跌了10度 这个结果显示了一个关键问题 它的散热潜力其实是被极其劣质的原厂硅脂严重拖累 需要用户自行替换硅脂才能发挥实力 另外还有Cooler Master Hybrid 212 Spectrum V3 也在替换了7868硅脂后温度下滑了2.6度 出厂配备的散热硅脂性能也较为一般 其他大部分型号的温差都在一度以内 说明其原厂硅脂性能是可靠的 MNT平台的最后一项测试就是 在同样使用7868硅脂的前提下 为所有散热器替换上相同的Arctic P12 Pro高性能的风扇 我们可以最终剥离风扇性能的差异 直面各家散热器塔体本身的设计工体 同时也能够观察在替换风扇后的温差 来判断出厂风扇的性能表现是否出色 在这个排名里Valkyrie AQ125和Ventesspora ST4的塔体 依旧稳居榜首 证明了其骑片和热管结合设计的卓越效率 而Geospor CR1000MHz的塔体则依然垫底 这也为规格论划上一个句号 无论热管数量再多 如果整体设计、焊接工艺或内部用料存在缺陷 最终的性能依然会大打折扣 至于各家散热器的原厂风扇表现 通过对比更换P12 Pro前后的温差 Pentaspora ST4和DIC-COOL AG400的原厂风扇表现最好 温差均补不到一度 而Geospor CR1000MHz和iGone Dark Flame Z4 PROMISE的温差最大 说明它们的原配风扇是性能的短板之一 当然这只是AMD平台的测试结果 还有Intel平台的表现也不能落下 但由于部分喜好的原厂硅脂不足以支撑到这一轮测试 因此Intel平台的所有测试均统一使用信业7868硅脂 同时也因为采用了B760M主板 其温度墙上限也就只有100度 这也导致了即便是在全满数环境下 仍然会有三款赚上了100度的温度墙并出现降频 它们是iGone Dark Fan G4 PROMISE Invasion XC200和Geospor CR1000MHz 并列排在第一的也有三款 分别是ID Cooler SE224 STS Valkyrie AQ125 以及DQ AG400 考虑到Valkyrie AQ15在此玩间 未使用其性能更强的原厂硅脂 其实际潜力可能更高 当赚上降机到同E43分贝时 暂况变得更加严峻 除了之前的三款 PC Cooler RT400 和Chromaster Hyper 212 Spectrum V3 也加入到了壮强俱乐部 而在这个环节里 ID Cooling SE224 STS 凭借着卓越的噪音控制和效率 以96度的成绩独占凹头 Valkyrie AQ125 和DHRX120R SE 则以一度之差并列第二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统一换上P12 Pro风扇后的成绩 即使换上了更强大的P12 Pro风扇 三款表现最差的散热器 依旧无法摆脱护热降频的命运 Valkyrie AQ15 以一度的微弱优势重夺第一 证明了其塔体在极限高压下 依然具备最强的散热潜力 ID Cooling SE224 STS BigCook AG400 和DHRX120R SE 则并列第二 经过了数十项的测试与分析 现在是时候给所有数据进行梳理 为了让各位能够更直观比较所有的关键数据 我将本次横拼的核心发现 汇总成了一个图表 对于只想要看最终结论的朋友来说 这张表就是你们想要的一切了 最后我想说世界上不存在一款适合所有人的最佳散热器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和预算都有所不同 因此我将根据对装机者最重要的几个维度 给出不同的推荐款式 首先是性能之王Valkyrie AQ125 AQ125在所有测试中展现出最强中和散热性能的散热器 特别是在AMD平台上持续领跑 即使是在Intel平台上 因为使用更强的原厂硅脂而稍有劣势 但也依然稳居第一体对 当把其强大的散热能力与品质极高的原厂硅脂 结合在一起时 它就是本次横评里无可遮议的性能冠军 再来是经营之最 IT Cooling SE224 ATS 虽然满速性能固然重量 但在安静环境下的性能表现对许多用户来说也更为关键 IT Cooling SE224 ATS是效率的典范 特别是在43分被同噪音测试中 它持续表现出越级的性能 尤其是在高压的Intel平台上成功登顶 如果你想要一款性能出色且运行安静的散热器 这就是你的选择 然后是装机首选PC Cooler RT400 与Valkyrie AQ125 如果安装过程让你想要把电脑扔出窗外 再强的性能也毫无意义 而PC Cooler RT400 和Valkyrie AQ15 凭借着通用的扣具系统 清晰的说明和预装风扇 提供了完美和顺畅的安装体验 最后就是以言之之最 JOSPORT CR-1000MAX 凭借着6热管的撞缩声型 密集的席片阵列和带ARGB灯光的顶盖 JOSPORT CR-1000MAX 在主光上 是本次横评中最引人注目的型号 但是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但是 这推荐仅限于外观颜值层面 正如我的测试所揭示的 其散热性能令人极度失望 如果你一喜欢它的外观而购买它 那就别太指望它能够给你一个对等价值的散热性能 除了上述的推荐 本次的横评也有几个至关重要的警惕结论 首先就是散热器字面规格具有欺骗性 以JOSPORT CR-1000MAX 为代表的案例告诉我们 绝对不能够仅凭规格来判断一款散热器的好坏 设计的执行力、制造工艺和组件协同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警惕的隐性成本 虽然EVACION SC200 是当中最便宜的存在 但从这次的评测教训里也能够发现 便宜有时真的也有便宜的道理 它的真正性能只有在你愿意额外花钱购买第三方规之后 才能够真正释放出来 虽然它的真正性能也就很拉垮就是了 但我认为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用户自己动手完善的半成品 当然当中也有好的例子 像是Velkeri AQ15 出厂就提供了品质非常好的散热硅脂 以及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安装体验 这部分通常是在你购买它并使用它之前是完全不得而知的 以及包括ID Coolie SE224 STS 连不通过对比你怎么知道它的风扇噪音控制原来很不错呢 这些往往都是需要真正去深入体验后才能够真实的 因此希望这一次如此详细的横评 能够帮助到各位这个拥挤的百元风的市场中 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一款 看完这集节目的观众 也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会选择哪款并告诉我为什么 当然也别忘了继续关注即将到来的台湾和大陆市场横评 那以上就是本期关于入门风的巅峰对劫第一集大马片的横评内容了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 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